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全店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店,我是全哥 一个赞助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刺激的探寻电影叫黑海夺金 影片开始,男主就被船务公司给炒了鱿鱼 因为科技发展,渔船潜艇都可以电脑操控,不用驾驶员了 于是可怜的潜艇驾驶男主被老板无情的裁员下岗 人到中年,因为工作离婚,结果又招到下岗 来到就业中心,发现下岗的中年人比比皆是 绝望的男主和同样失业的好基友来到酒吧买醉 男主想到了自己的前妻改嫁给富商 刷水的儿子上的是贵族学校 放学做的是好车,自己无地之龙 此时好基友盼子说,自己吃到一个翻盘的机会 原来在他被下岗之前,和老板出海时 在黑海发现了一个秘密保障 如果男主肯加入,奈地能够找到保障 于是在盼子和前三岁的大桥下,他们找到了投资商 而保障则是当年希特勒 像还处于中立的苏联贷款的价值4000万的黄金 潜水艇运至黑海处消失不见 如今他们已经探测出了大概的位置 只要有潜艇和优秀的潜水员 就一定能够拿回黄金 谈好价钱和佣金,然后开始造币买码 也因为黄金被密放在潜艇已经70年了 需要一流的潜水员才能完成了 另外,要在黑海领域进行选下作业 必须要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员才行 正在选队员时 一开始牵线提供消息的胖子却不知所踪 前上司更是被要求必须跟着大家一起前往 男主一直尝试连续胖子 最后才知道胖子自杀了 原来他为了让妻子能够偿还贷款 选择自杀骗得保险费 也因为少了一个人 于是只能拉着认识胖子的小年轻来点替 可是一群人看见潜艇时认住了 这床上看着像一堆破铜烂铁 前上司还说着发亮话觉得旧床安全 但开工没有回头见 男主默默地打开了窗门 大家跟着进入到潜艇检查里面的设备 果然破烂的不仅仅是表面 里面的设备只能说勉强能用 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的中年大受 出了这个机会根本没有退路了 于是男主宣布准备起航 不拼命他们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 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检查设备 俄罗斯人汇报电池只能充70% 柴油机是正常的 但是肉油的设备还没有找到 有一只低载主卧能击杀 另外船上没有救生液 而且无线电也只有一条能用 如果出现故障大家会没命的 可他们是来盗宝的 当然不能使用无线电被发现 听说船上没有救生液 前上是慌了 如果船成了 没有救生液 大家都活不了 可俄罗斯胡子大叔却调侃到 潜水艇本来就得成 此时俄罗斯人却突然闹了起来 觉得小年轻这个处男 待在船上会出眉头不吉利 为了稳定军性 男主告诉大家 保障室价值是千万美金的黄金 因为这个秘密被判子得知 船舶公司就让无情地开除了判子 逼得他失业自杀 男主答应大叫 只要骑轻协力 拿回黄金 男主一定按照人员平均分配 所得到的黄金 希望大家能够摒弃前选 共同努力 大家听完后 充满干劲的回到了机的岗位上 只有钱上师不乐意了 凭啥 他要和一群下岗工人军分财宝 男主只回答了一句 因为他们都赌上了机的性命 潜艇虽然破旧 但朝着大海死去的样子还是惊艳到了我 到达目标海域附近 男主简单有趣的指挥者潜艇下潜 此时 俄罗斯文生男正在给引擎释放压力 男主派小年轻去帮忙 可俄罗斯能坚持小处男触眉头 不愿意让小年轻擦手机的工作 男主也生气了 他警告文生男 再这么胡说八道就滚下床 由于语言不通 男主的助手教了小年轻 简单的俄语就离开了 可文生男还是不愿意搭理小年轻 吃饭时英国人开始唠叨起来 他们觉得让啥都不懂的小年轻 厨子 还有贫穷的俄罗斯人和他们军奉 一人200万美金 这根本不公平啊 于是几人就开始吐槽 俄罗斯人做的饭菜难吃 故意挑衅 突然床舱内亮起了红灯 男主赶忙到了驾驶舱 询问情况 原来是前方不远处发现了俄罗斯的驱逐舰 大家都心惊胆战 害怕被军方发现 距离越来越近 幸好对方没有发现他们 而是向着南方死去 解除警报后 英国人都待在休息舱内休息 小年轻和顺报纸的大叔聊得起来 可这时两个俄罗斯人冲了进来 其中一人一把将小年轻从床上抓了下来 小年轻遭欺负卢骂冲了出去 报纸大叔看出了俄罗斯人想要羞辱小年轻 逼他自杀 这样就能多分一些环境 这或许就是人性 此时男主正在驾驶舱里面计算着路程 他发现潜艇已经到达了环境潜水艇的上方了 而这时文山男也找到了漏油处 但是必须要排空游箱才能修理 完全修好需要近五个小时 男主告诉大家 目前已经到达了环境潜艇船海的上方 再下潜前必须用柴油机缠定充满 他让驻守京都文社男赶紧修好 驻守也将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满提了出来 男主这个超汉子总觉得大家平凤还有什么不好的呢 可就在这时 男主查看水面的情况时 船舱里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原来英国人这边有人发现自己撞了彩票 而俄罗斯人居然吵着这里要平凤 男主询问对方怎么知道自己中奖了 原来他们偷偷用了无线电 男主气不打一出来 想想刚刚差点就被军方撞上了 他拿起斧头将无线电给砸得七八烂 然后将彩票烧掉 并且告诉大家 不要再对军方黄金提出质疑 否则就是以整艘潜艇为敌 才刚刚处理完这边的暴动 文生男的兵又出了问题 因为听不懂俄语 小年轻在配合的时候出了错 而被骂了一段的发孤男正好没有出杀火 他拿着匕首 听见欧罗斯人正在大骂小年轻 直接冲了过去 一言不合就捅了朱利一刀 朱利撞倒了铜里的柴油 导致引擎直接爆炸 床身开始距离的幻动 整艘潜艇在不受控制的下沉 昏迷过去的男主梦见了 接着前妻和孩子 原本幸福的一家 因为他的长期出海工作 支离破碎 他一直指责接着妻子出轨 是看上对方的钱 却没有想过 自己每次出海就是几个月 妻子和孩子只能在照片上看着他 当他再次醒来 才知道昏迷了18个小时 前庭的主轴被炸毁 压载舱破裂 电池只能再撑36个小时了 两名俄罗斯人当场被炸死 而一切的死罪人者发孤男 却在控诉俄罗斯人控制了淡水舱 小年轻把男主触跌了伤口 然后独自打开通往俄罗斯床员的舱盲 用变角的俄语尝试和他们沟通 此时一直沉默的俄罗斯小黑帽出现了 看见男主没有带武器 于是直接说起了硬王 这时做饭的俄罗斯大树也出现了 男主告诉对方 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撞回 肯定是到达了黄金潜艇附近的海岭 而黄金潜艇的构造和他们的潜艇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找到黄金潜艇 就能采取了他们的主轴用来替换 潜艇就能带着大家浮出水面 可一片漆黑 大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如男主所说的 这时男主提出了让孙凤尔大突飘 伴自己收听声纳定位 可是那些纯准的俄国人是铁德性要和英国人干到底 小黑帽和大叔也有法说服他们 男主告诉对方 现在大家想活下去只有这条路走 希望大家能够兵士前行齐心协力 大叔听了男主的话 回到淡水舱将男主的意思传达给大家 这边男主让发过男 他们帮忙把尸体送出潜艇 大叔终于将孙凤尔他们劝了出来 大家重新回到了岗位上 用声纳监测外面的情况 不得不说孙凤尔虽然长得不咋地 居然能够通过手动装机上 绘执出外部的具体地势情况真的是留得不行 时间不等了 男主决定直接派潜水员出去找黄金潜水艇 可目前只有白胡子大叔和发姑男是潜水能手 还需要一个人 正当大家放愁时 小年轻说自己有潜水经验 别无选择的男主只能让小年轻跟上了 男主交代小年轻紧跟发姑男 然后告诉三人 氧气只够出去一次 所以只许成功三人来到了海底 跟在后面的小年轻被突然出现的尸体 吓得摔进了海沟 听到尖叫声的男主 赶忙询问出了什么情况 发姑男将下掉的小年轻 拉回了地面 两人继续向前走 却发现地面一直上升 这时小年轻发现地面有些异样 他抹开玉泥 发现了纳粹的旗帜 原来黄金潜艇就在脚下 三人走进了潜艇 发现经过70年 里面那男处于密封的状态 三人成功地找到了主轴 还有堆积如山的黄金 并且成功地拆下了主轴 同时将黄金一起打包放在了蓝车上 但是实在太重了 加上海底是绵暖的玉泥 大家根本无法把黄金和主轴 一起运回潜艇 男主希望大家能够满载而归 即使前上士一直在劝说放弃环金 也因为这样 最终害得胡子大叔战伤海底 眼看着到手的黄金却无法运上潜艇 大家都不甘心 但是与命相比 大家只能沉默了 可是想要驾驶潜艇离开至少笑久了 船上有经验 能驾驶的却只有罢了 这时大家把目光投降了前上士 可前上士哪里会开潜艇 他起身要求和男主单独谈谈 原来战主男主出海的 根本不是豪宅里面的战主商 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真正背后操控一切的是男主的劳动家 包括男主事业都是劳动家一手设计的 只要他们一浮出水面就会被逮捕 劳动家和狗鲁吉尔能达成的协议 男主他们全部会空手而回 不管他们能不能把禁止带上潜艇 男主不信 因为这是豪宅有盼子告诉自己的 前上士说 那是因为他们给了盼子三万美金 让盼子将消息告诉男主 也许这就是盼子自杀的原因 这时男主没有想到自己 却想到了可怜的小年轻 他才18岁 却有可能战胜海底 这让他十分的难受 为了躲避追捕他们的人 男主告诉大家必须往北走 那里有一个土耳其废弃的小港口 大家气得要弄死前上士 但是弄死他就无法驾驶潜艇 于是大家接受了提议准备搏一搏 然后就开始安装主轴 托运环境 看见4.3段的环境叠在眼前 大家都震惊到不行 有人甚至哭了 但是发过男主觉得禁止上船 男主反而变得不明智了 此时大家开始启动潜艇 终于潜艇成功地开始前巡 可顺逢偶突然听出 前方60米有银石阻挡 终于在5米左右的距离 潜艇停下了 他们出不去了 大家赶紧研究航海图 想要绕过去要8个小时 向前的话 峡谷太窄 潜艇根本不可能穿巡 大家都知道必须放弃环境了 但男主却执着地坚持着 他让大家回到岗位上 男主命令继续缓慢前巡 根据顺逢的指导 他们顺利地进入到峡谷 可此时 潜艇是一直在挑拨发顾男 去杀死文生男 这样潜艇就不能继续前巡 男主就会放过大叫 潜艇是一直在用胡子大说的时 刺激着发顾男 突然潜艇撞到了隐蔽 大家精神高度的紧张 受到刺激的发顾男 一不做奥不秀 用帮手敲死了文生男 我觉得男主最大的错误 就是带发顾男上船 前上士急忙跑到了驾驶舱 通知大家文生男意外死亡 大家要赶紧上伏 男主知道 一切都是前上士打的鬼 他用枪指着前上士的脑袋 直到小年轻让他住手 因为大家都想活着 没了指挥的潜艇 突然撞上了隐蔽 开始急速下沉 船舱开始漏水 大家努力地堵上了舱门 但是越来越多的水涌了进来 男主眼看着小年轻被水冲走 毫不力将他从水中救了出来 努力地帮他做心肺复苏 可这时前上士却独自跑出来 关闭了舱门 不过老天并没有放过这个恶人 他也没能逃到了安全的船舱 等男主发现一样转过身 要开舱门 却就被关注了战友 却已经无能为力 此时船上只剩下小黑帽和小年轻 这时男主像是想取了什么 他从休息舱里拿出了三套救生衣 原来他一早就藏起了救生衣 本意是不想让大家轻易放弃 而且那时候如果拿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小黑帽想要摇醒不理智的男主 他的知识和坚持 害死了信任他的战友 可一切都太晚了 男主让小年轻和小黑帽 赶紧穿上救生衣 然后将他们送离潜艇 自己留下来困制船舱 两人终于浮上了海面 而男主坐在4.3端的环境上 抽着烟等待着生命的镜头 闭上眼 他仿佛又看见了一家伤口温馨的画面 影片的最后 第三件救生衣浮出了水面 小黑帽和小年轻 本以为上来的是男主 但他们努力游向救生衣时 却发现里面包裹的是一代环境 时代弄人 命运弄人 男主不甘被资本家玩弄于鼓掌 但最终却害死了这对战友 丢了性命 可他所做的 不过是想要带着自己 共患男的战友们 抗击生命的不公 很可惜最终能够获得好结局的 只有两个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